车下午到宁都,新梅们忙着领行李,大家一脸还有两件没运来,同声说晦气,这一等不知道又是几天,心里都担忧着钱。 上车站对面的旅馆一问,只剩两间双铺放了,新梅道,这哪里行,孙小姐一个人一间房,单铺的就够了,我们四个人要有两间房。 孙小姐不愁愁说,我没有关系,在赵先生方先生房里一千张逐复得了,不省事省钱吗? 看了房间割了东西,算了今天一路上的账,大家说晚饭只能将就这些东西了,正要叫伙计,忽然一间房里连嚷,伙计,伙计,带壳带枪,正是那寡妇的声音。 跟着大吵起来,仔细一听,那寡妇叫了旅馆里的饭,吃不到几块菜就恶心,这时候才知道菜是用铜油炒的。 阿福这粗货,没理会味道,一口气吞了两碗饭,连饭带菜吐个干净。 隔夜吃的饭都吐出来了,寡妇如实说,仿佛那顿在南城吃的饭,该带到桂林去的。 李梅廷拍手说,这真是天罚他,瞧这混蛋,还要撒也不撒也,这旅馆里的饭不必请教了,他们俩已经替咱们做了试验品。 五人出旅馆的时候,寡妇房门大开,阿福在床上哼哼轻轻,他手扶桌子像残鱼恶心,伙计一手拿杯开水,一手拍他背。 李先生道,咦,他也吐了。 心没道,呕吐跟咋哈欠一样,有传染性的,尤其晕船的时候,看不得人家哦。 孙小姐弯着含笑的眼睛说,李先生,你有安定胃神经的药,送一片给他,他准李梅廷在街上装腔跳让道,孙小姐你真坏,你也来开我的玩笑,我告诉你的赵叔叔。 晚上,为了谁睡猪榻的问题,心没等三人又谦让了一阵。 孙小姐给心没和洪剑强逼的睡床,好像这不是女人应想的权利,而是她应尽的义务。 心没人态高大,逐他容不下,结果洪剑睡了逐他,刚夹在两床之间,躺了下去,局处的只想翻来覆去,又拘谨的动都不敢动。 不多时,他听心没呼吸和云,料已睡熟,想便宜的这家伙,自己倒在这两张不挂杖子的床中间,做了个屏风,替他隔离孙小姐。 他又嫌桌上的油灯太亮,忍了好一会儿,熬不住了,轻轻地下床,想喝口冷茶,吹灭灯在睡。 沿床凤里挨到桌子前,不由自主望望孙小姐,只见睡眠把她的脸细琢得明镜滋润,一堆散发不知怎样会敷在她脸上,使她脸添了放韧的妹姿,鼻尖上的发烧跟着鼻息起伏,看得带她脸痒,恨不能伸手替她略好。 灯光里的睫毛仿佛微动,红剑一跳,想也许自己演错,又似乎她忽然呼吸转醋,再一看,她睡着不动的脸,像在泛红,慌忙吹灭了灯,溜回住她,倒惶恐了半天。 明天一早起,李先生在帐房的柜台上看见昨天的报纸,第一道消息就是长沙烧成白地,吓得声音都一失了,一分钟后才找回来。 说得出话,大家焦急得没功夫觉得饿,倒省了一顿早点。 红剑豪美主义,但仿佛这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,跟着人走总有办法。 李眉庭哀声叹气道,倒眉,这一次出门真是倒足了美,上海好几所留我的留我,请我的请我,我鬼迷昏了头,却不过高松年的情面,吃了许多苦,还要半途而废,走回头路,这笔账向谁去算? 亲眉道,要走回头路也没有钱,我的意思是,到吉安领了学校汇款再看情形,现在不用计划得太早。 大家吐口气,放了心。 孤儿坚忽然聪明地说,假如学校款子没有汇,那就糟透了。 四人不耐烦的同声说他过滤,可是意识里都给他这话唤起了响应。 彼此举的理由倒不是驳斥顾尔迁,而是安慰自己。 顾尔迁忙想收回那句话,仿佛给人拉住了舌尾巴,咬缩进洞,道,我也知道这事不可能,我说一声罢了。 红典道,我想这问题容易解决,我们先去一个人,吉安有钱,就打电报,叫大家去。 吉安没有钱,也省得五个人全去铺个空,白费了许多车钱。 欣梅道,着呀,咱们分工,等行李的等行李,领钱的领钱,行动灵活点,别大家探得意气劳等,这钱是会给我的,我带了行李先上吉安,红剑陪我走,多个帮手。 孙小姐温柔而坚决道,我也跟赵先生走,我行李也来了。 李梅廷坚力地给新梅一个X光的透视道,好,只剩我跟顾先生,可是我们的钱都充了工了,你们分多少钱给我们? 顾尔迁向李梅廷抱歉地笑道,我行李悬到了,我想跟他们同去,在这儿住下,没有意义。 李梅廷脸上生火道,你们全去了撇下我一个人,好,我无所谓,什么同舟共济,事到临头,还不是个人替自己打算? 说老实话,你们到吉安岭的钱干脆一个子儿不给我得了,难不倒我李梅廷,我箱子里的药,药在内地卖千八块钱,很容易的事,你们瞧我讨饭,也讨到了上海。 欣梅,诧意说,哎,李先生,你怎么误会到这个地步? 顾尔迁抚慰地说,梅廷先生,我绝不先走,陪你等行李。 欣梅说,究竟怎么办,我一个人先去好不好? 李先生,你总不疑心,我会吞灭公款,要不要我留下行李作业? 说完,家义一笑,减低语意的严重,可是这笑生硬倔强,宛如干酱乎贴上去的。 李梅廷摇手连连道,笑话笑话,我也绝不是以小人之心推测人的。 洪剑自言自语道,还说不是? 我觉得方先生的提议不切实际,方先生,抱歉,抱歉,我说话一向直率的。 譬如赵先生,你一个人到吉安岭的前,还是向前进呢,向后转呢? 你一个人做不了主,还要大家就地打听消息,共同决定。 洪剑接嘴道,所以我们四个人先去呀,服从大多数人的决定,我们不是大多数吗? 李梅廷说不出话,照顾两人忙劝开了,说大家患难之交,一致行动。 午饭后,洪剑回到房里,满远心眉菜软,处处让着李梅廷,你这委屈求全的气量真不痛快,做领袖有时也得下拉手。 孙小姐笑道,我那时候乔方先生跟你先生俩人睁了眼,我看着你,你看着我气呼呼的,真好玩,像相互要吞掉彼此的。 洪剑笑道,糟糕。 丑态全落在你眼睛里了,我并不想吞它,李梅廷这种东西吞下去,咬害肚子的,并且我气呼呼了没有? 好像我没有呀。 孙小姐道,李先生是嘴里的热气,你是鼻子里的冷气。 心眉在孙小姐背后向洪剑翻白眼伸舌头。 向吉安去的路上,他们都恨汽车又笨又慢,把他们越越欲钱的心也拖累了不能自由。 同时,又怕到了吉安一场空,愿意这车走下去,走下去,永远在开动,永远不到达,寄希望,留着一线生机。 注定旅馆以后,一算只剩十来块钱,笑说,不要紧,一会儿就付了。 向旅馆账房打听,直到银行怕空袭,下午四点钟后才开门,这时候正办公。 五个人上银行,一路留心有没有好馆子,因为好久没痛快吃了。 银行里办事人说,钱来了好几天了,给他们一张表格去填。 心眉向办事人讨过一支毛笔来填写,离顾两位左右夹着它,怕它不会写字似的。 这支笔写秃了头,需要占的是生发油,不是墨水。 心眉一写一推磨,离顾看得满心不以为然,那办事人说,这笔不好写,你带回去填德了,反正你得找铺宝盖图章。 可是我告诉你,旅馆不能当铺宝的。 这把五人吓坏了,跟办事员讲了许多好话,说人地生疏,铺宝无从找起,可否通融一下。 办事员表示同情和惋惜,这是公事公办,得照章程做,劝他们先去找。 大家出了银行,大骂这章程不通,骂完了,又相互安慰说,无论如何,钱时来了。 明天早上,心眉和李梅亭吃几颗疲乏的花生米,灌半壶冷淡的茶,同出门找本地教育机关去了。 下午两点多钟,两人回来,头锤气丧,精疲力尽,说中小学校全疏散下乡,什么人都没找到。 吃了饭,再说吧,你们已经饿婚了。 几口饭吃下肚,五人精神顿振,忽想起那银行办事员倒很客气,听他口气,好像真找不到铺宝,钱也许就给了,晚上去跟他软商量吧。 到五点钟,孙小姐留在旅馆,四人又到银行,昨天那办事员早忘记他们是谁了,问明白之后,依然要铺宝,叫他们到教育局去想办法。 他听说教育局没有搬走,大家回旅馆后,省钱,不吃东西,就睡了。 红健,饿得睡不熟,身子像没放文件的公式皮包,几乎父辈相贴,才领略出法国人所谓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,还不够亲情,长得像没有面包吃的日子,长得像失眠的夜,都比不上因没有面包吃而失眠的夜那样漫漫难度。 东方未明,心眉也醒,扎嘴嗜舌道,气死我了,梦里都没有东西吃,别说醒的时候了,他做梦,在都会饭店吃中饭,点了汉堡牛排和柠檬甜点,老等不来,就饿醒了。 红健道,请你不要说了,说得我更饿了,你这小气家伙,梦里吃东西有没有我? 心眉笑道,我来不及通知你啊,反正我没有知道,现在把李梅亭烤熟了给你吃,你也不会闲了吧? 红健道,李梅亭没有肉啊,我看你又白又胖,烤得火公道了,蘸甜面酱,椒盐,心眉笑里在呻吟道,饿的时候不能笑,一笑肚子,郁郁致痛,好家伙。 这饿像有牙齿似的从里面咬出来,哎呀呀,红健道,欲藏欲受罪,我起来了,上街丢了一下,活动活动可以忘掉饿。 早晨街上清静,出去呼吸点新鲜空气,心眉道,要不得,新鲜空气是开胃健脾的,你真是自讨苦吃。 我省了气力,还要上教育局呢,我劝你说着,又笑得嚷吐,你别上茅厕,熬住了,留点东西维持肚子。 红健出门前,心为问他,要一大杯水喝了充实肚子,仰天躺在床上,动也不动,一转侧身体里就有波涛汹涌的声音。 红健拿了些工帐里的余钱,准备买带壳花生回来代替早餐。 心眉警告他,不许大偏手偷吃,街上的市面仿佛缩在背里的人面,还没露出来,卖花生的杂货铺也关着门。 红健走前几步,闻到一阵烤山蜀的香味儿,鼻子可及喝水似的吸着,饥饿立刻把肠胃夹紧的抽。 烤山蜀这东西,本来像中国谚语里的私情男女,偷着不如偷着。 香味儿比丝味儿好,你闻的时候觉得非吃不渴,真到嘴也不过耳耳。 红健看见一个烤山蜀的摊子,想这比花生铭好多了,早餐就买它吧。 忽然注意有人正做成这个摊子的生意,衣服体态活向李梅亭,仔细一瞧,不是他是谁,买了山蜀脸对着墙壁在吃呢。 红健不好意思撞破它,忙向小弄里躲了,等它去后,红健才买了些回去。 禁旅馆时遮遮掩掩的,生怕落在掌柜或伙计的势力眼里,给他们看破了韩炯,催算账,赶班长。 新梅见是烤山蜀,大胆红健的采办本领,红健把事财的事告诉新梅,新梅道,我知道他没把钱全交出来。 他慌慌张张的偷吃,别哽死了,烤山蜀吃得快,就哽喉咙,而且滚热的,真亏他。 孙小姐,李先生,顾先生来了,都说,咦,怎么找到这东西,瞄得很。 顾先生跟着上教育局,说天个人生之壮解,红健也要去。 新梅嫌他十几天不梳头刮胡子,脸向侍卫,头发向准备母鸡在里面孵带,不许他去。 近中午,孙小姐道,他们还不回来,不知道有希望没有。 红健道,这时候不回来,我想也许事情妥了,假如干脆拒绝了,他们早会回来,教育局路由不远。 新梅道局馆喝了半壶水,喘口气,大骂那教育局长是糊涂鸡的,李固也说是岂有此理,原来那局长道局很迟,好容易来了,还不就见。 接见时口风比装食品的洋铁罐还紧,不但不肯做饱,并且怀疑他们是骗子,两个指头粘着李梅婷的骗子,仿佛是捡的垃圾,眼睛飘着骗子上的字说, 我是老上海,上海摊上什么玩意儿全懂,这种新闻学校都是挂空头招牌的,诸位不要误会,我是论个大概。 国立三旅大学,这名字生得很,我从来没听见过,心里的? 那我也该知道呀,可怜你们这天饭都不敢多吃,吃的饭并不能使他们不饿,只滋养栽培了饿,使饿在他们身体里长存,而他们不至于饿死了,不再饿。 信没道,这样下去,钱到手的时候,我们全死了,只能买棺材下链了。 顾先生忽然眼睛一亮道,你们两位路上看见那妇女协会没有? 我看见的,我想女人心肠软,请孙小姐去走一趟,也许有点门路,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下策。 孙小姐一诺无辞道,我这时候就去。 信没满脸不好意思,望着孙小姐道,这怎么行? 你父亲把你交托给我的,我事做不好,怎么拖累你? 孙小姐道,我一路上已经成赵先生照应,信没不愿意听她感谢自己,忙说,好,你试一试吧,希望你运气比我们好。 孙小姐到妇女协会没碰见人,说明草再去。 洪建应用心理学的知识道,再去碰见人也没有用,女人的性情最猜疑最小气,叫女人去求女人准碰钉子。 欣梅因为旅馆章程是三天一清账,发愁明天付不住钱。 李先生豪爽地说,假使明天还没有办法,而旅馆逼钱,我卖掉药得了。 明天孙小姐去了不到一个终点,就带一个灰布军装的女同志回来,在她房里叽叽咕咕了一会儿,孙小姐出来请心没等进去,那女同志正细看孙小姐的毕业文凭,上面有孙小姐戴方帽子的漂亮照相。 孙小姐一介绍了,李先生又送上骗子,她送人起敬,说她有个朋友在公路局做事,可能帮些忙。 她下半天来给回音,大家千恩万谢,又不敢留她吃饭,恭送出门时,孙小姐跟她手勾手游起签论。 吃那顿中饭的时候,孙小姐给她的女伴们恭维的脸向东方出出的太阳。 直到下午五点钟,那女同志踪影全舞,大家又饿又急,问了孙小姐好几次,也问不出个道理。 洪剑觉得冥冥中有个预兆,这钱是拿不到的了,不甘不脆的拖下去,有劲使不出来,仿佛要把转动弹簧门碰上似的无处用力。 晚上八点钟,大家等得心都发霉,安定的绝望,索性不再愁了,准备睡觉。 那女同志跟她的男朋友宛如诗人,近日觅不得,有时还自来的妙具忽然光顾,无个人欢喜的像遇见久别的亲人,亲热的向狗迎接回家的主人。 那男人大辣辣的坐了,没问句话,大家殷勤抢答,引得她把手一拦到,一个人讲话够了。 她向孙小姐要了文凭,细细把照相跟孙小姐本人认证。 孙小姐微微一心,她不是对照相,是在欣赏自己,到南卫请起来。 她又盘问赵新门一下,怪他们不再随身证明文件。 她女朋友在旁说了些好话,她才态度和缓,说她并非猜疑,很愿意交朋友,但不知用公路局名义铺宝是否有效,叫他们先向银行问明白了,通知她再改章。 所以,他们又多住了一天,多上了一次银行。 那天晚上,大家睡熟了还去了饿,仿佛饿宣告独立,具体化了,跟身子分开似的。 两天后,他们领到钱,旅馆于银行间这条路径,他们的鞋子也走熟得不必有脚而能自身来回了。 银行里还交给他们一个高松年新拍来的电报,请他们放心到学校,长沙战事并无影响。 当天晚上,咱们借酬谢和庆祝为名,京女同事和他朋友上馆子放量大吃一顿。 顾先生三杯酒下肚,洗开嘴,千金一笑的金牙灿烂。 酒红得发亮的脸,碳海灯似的向拳桌照一周,道, 我们这位李先生离开上海的时候,曾经算过命,说有贵人扶持一路逢凶化吉。 果然碰见了你们两位,贫匪相逢做我们的宝人。 两位将来大富大贵,为个限量。 赵先生李先生,咱们五个人恭敬他们两位一杯。 孙小姐,你,你,你也喝一口。 孙小姐满以为贵人指的是自己,早低着头,一阵红的消息在脸上透露。 后来听见这话全部相干,这红像暖天,像玻璃上哈的气,没成韵就散了。 那位女同志跟她的朋友虽然是民主国家的公民,知道民为贵的道理, 可是受了这封建思想的恭维,也快乐得两张酒脸像怒放的红花。 欣梅顽皮道,要讲贵人,咱们孙小姐也是贵人,没有她,你没停,不等着说完,就敬孙小姐酒。 红剑道,我最惭愧了,这次我什么事都没有做,真是饭痛。 你没停道,是啊,小芳是真正的贵人,坐在旅馆里动也不动,咱们替她跑腿。 欣梅,咱们虽然一无结果,跑是跑得够苦的。 啊? 当晚您睡,欣梅道,今天可以舒舒服服的睡了。 红剑,你看那位女同志长得真丑,喝了酒更吓得死人,居然也有男人爱她。 红剑道,我知道她难看,可是因为她是我们的恩人,我不忍细看她。 对于丑人,细看是一种残忍,除非她是坏人,你要惩罚她。 对于丑人,细看她。